南投中寮有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泡麵土地宮 真的很有特色 因為他當地的這個香火非常旺盛 很多信眾都會捐泡麵 而且一定不可以帶走 一定要在現場吃 但是現在短情之內沒有機會了 為什麼 因為昨天晚上大家群聚在那邊 很多人吃泡麵的時候 突然間在旁邊一整排的蠟燭 突然發爐燒起來 大家想說怎麼旺成這樣子 一發不可收拾 燒 燒成你剛剛看到 整間房子都燒起來 但是他發生了一個很奇蹟的事情 為什麼 燒成這樣子後來全部面目全非 泡麵也全部都水溝溝都沒有了 桌上所有東西都沒了 桌椅也全部都一片的焦黑 就是你畫面上看到這樣 全部都面目全非了 但是土地宮的神像毫髮無損 什麼叫毫髮無損 連神明上面的鬍鬚 都沒有高溫捲起來 都沒有 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所以當地的信眾 還有包括廟房人員 嘖嘖稱奇 覺得很不可思議 這個地方是在中寮 南投中寮叫做食龍宮 昨天的狀況就是發生一大火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是邊吃邊跑 逃都沒有命 但是泡麵還拿在手上 他們有一個特色就是 一定要在裡面吃 不可以帶出去 而且不可以多帶 也不可以貪吃 這是我們當地 你也可以看到 這個香火非常旺盛 非常非常多人 然後各種泡麵通通有 琳琳滿目讓你選都選不完 但是他們要求要有愛心 不能貪心 所以去吃去享受 很多人都覺得 去那邊一定要去玩一下 不過事實上其實也有人 擔心一件事情 他說日本的媒體有特別報導 說過往我們在講一些 經濟指數的時候 有些地方會用麥當勞的漢堡 有些地方會用香水的指數 來反映當地的這一些 到底有沒有通膨 但是自從2022年疫情之後 有一種新的指標 讓大家來判斷說 他們的糧食價格 到底有沒有受到波動 本來其實都是講香水當指標 但是現在新的指標居然是泡麵 消費者就會是覺得說 如果通膨比較嚴重 糧食的價格上漲 很多人就會轉去吃泡麵 所以泡麵銷量如果太好的話 就會代表說通膨狀況比較嚴重 民不聊生 所以我們剛剛在想說 那我們這個地方 寺廟裡面那麼多人吃泡麵 到底是因為宗教前程 還是說我們跟民生有相關 大家就會有一些納悶跟好奇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萬華居然發生了 隨機打人的畫面 非常驚人 直接看這個畫面 地點就發生在萬華的廣州街 那麼多人的地方 而且是夜市大鬧區 直接揪著這個女孩子的頭髮 往他的頭猛打 往死裡打 而且不只這一樁 他連之前在台中 還有各地這些板橋 很多地方都衝著其他人 不斷的叫囂 甚至脫衣服 還打人家來挑釁 但這個人到底怎麼回事 可以到處這樣做 都沒有辦法把他繩之以法 甚至後來他在萬華 還是專挑女性 我們的政府應該要想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 當然就是知名網紅 夢幼跟鳳梨 這個夢幼釋出了最新的影片 說鳳梨以前是怎麼的毆打他 打他去驗傷之後 去看醫生之後 都還有出狀況 他們覺得這樣子狀況怎麼樣 但是當然鳳梨也有提出來說 你自己也很糟糕 更多的話題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陸360集團的董作 身價非凡 他要親自測試這個電動車防夾 但沒有想到一夾 夾到他的手啦 全程都逐步出去了 真的是有點尷尬 不過我覺得這個董事長真的不錯 因為他手已經夾到傷 夾到唇 大家好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